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胖婷 胖婷现在下班回来了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家乡的美味 不对拿错了 不是这个 好东西啊 好东西 看到吗 这个是 我爸 托人从家里面带的香肠 四川的香肠 就是很辣的那种 然后这个是腊肉 这一节有一点点发霉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吃 我们先去做一节香肠吃吧 今天这个 饭超级简单 主要就是下一个灌面 然后 上面就是 煮的腊肠 我们主要是品尝这个腊肠是什么味道 这个鸡蛋灌面是我最爱吃的 这个发霉了的香肠 这个是牛口水 今天吃一斤 应该没事吧 看一下这个色泽 这个是 我们 家乡独有的腊肠 洗一下 放在锅里煮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腊肉 四川的腊肉 这个应该是厚咸的 但是很香 它这个腊肠大概要煮二三十分钟吧 还是要煮熟 可能会更香一点 我们现在等待一下吧 好香啊 我们来炒一下有没有好 好像还要多煮一会儿 这个炒不动 煮一点面条七七八 简单的调了个料味 哈哈 我们现在来 切一下香肠 请找方向 多少次跌倒之后 再整齐来面对 再勇敢去闯 哇塞 这个好好吃啊 记得以前过年的时候 最喜欢 大人在 切腊肠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偷吃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川味腊肠到底有多香 这是外面花钱都买不到的 太诱人了 一口面一口腊肠 绝了啊 我们这个四川的腊肠 有那么一点点咸 但是特别香 在评论区的你们有多少人吃过我们川味的腊肠 那绝对是八十的版 我爸的同事 他都托人 让我们老家那边的亲戚嘛 说做几十斤哦 听清楚是几十斤腊肠 然后游回去过年 他说广式的都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 我们那里也有广式的腊肠 所以我觉得 没有广东这边的甜 也还可以 但是吃多了有那么一点点腻 直接拿手吃更香 天啊胖精太能吃了 就剩两片了 我实在吃不下了 明天早上再吃吧 嗯 一片冷静 现在开始打扫战场 好啦 收拾干净啦 一片子 哦 对 就回来了 两片子